你不是说要带我去游水有蓝天的地方 来 这里是水 这是蓝天 我认为这是比基尼冲浪男孩之旅 这是我的生命之旅 你看 汉饼 兰花 都飘进我的生命里 茶也飘进我生命里 我哪有感觉鬼鬼 你那边是绿茶 这里就叫取水流伤 源自于古代春天上四节的蓝汤辟邪 那时候的青年男女啊 会用兰花汤药洗完澡之后就去相亲 后来演变成文人雅士在流水前饮酒饮湿 王熙之海因此写下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许 兰 兰 我看兰花没那么年代的学问 就是婚丧世亲用的 想知道还有办法 标准的老人 标准的人在花中不知花 兰花就是被你造人定型才变成老人花的 说实在的,是你的观念啦 好,拿那花来查,兰花可以当葱子 这我可以? 兰花被视为信誉和多产的象征 它囚经的模样 从被拿来跟男生的蛋蛋相提并论 这吓唬啦 在在德国,若是说有兰花主义 就是在说这个人的头部里面 起了设念 脑袋开花 这还说兰花可以摄幼 昆虫为其授粉 像这还可以当给雄丰 贾西珍重打到鸡 董小欧 美国博物学家是敢说的啊 董小欧进行他的生命之旅的事 花贵也要是着急想要知道 王岛边有搭动小欧的心 到底是在我的意思没有啦 到底想吃还是没吃 我没可能这么感染的恐怕白 过来 过来 又是 花贵 这次做的是什么拼 红 红骨贵 红骨贵不是都用来精神或祝寿 你敢是想要就医浮寿绵延 红豆代表相思啦 红骨 我是希望小欧云找骨 来 我 很看静导 南小欧空 五三城 自然yy 索随 过来 中欧海 我一直在帮你实现你的理想 你想要心口味 我陪你研发 你想要收土地 想要传承 我帮你开盘收割 你想要深远赚钱 我帮你想要懂行销 可是现在 我应该要为我自己活 花贵最佳了解 小偶一直在配合她 她终来没问过她真的想要爱什么 不然她的方式会爱过她 好奇了